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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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是有理由的 所以当你在看这部影视剧的时候 你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结局 那对于我来说 当然就是情感冲突的地方嘛 务必 势必 就会讲到男女主的那个相互情感试探跟相互虐的这个部分吧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看到御谷阳 只能以我当时拍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然后去回忆一下 我刚剧本讲究一看 持领是非常频繁专的 后面没有做到自己演奏的感觉 时刻提醒自己类品质 我在片场我不喜欢做 只要我在片场我基本上就站着 除非我很累的时候我会做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做久了我就感觉会整个人的壮大会卸下来 所以我在片场我会习惯性的站着 我们看到虞双瑞已欠了很多的新粉 那么想对现代的原汁本质也很基本的出口 哇 还有这么多分类啊 首先肯定是谢谢大家的喜欢 当然我肯定会努力的做好我自己的本质工作 对得起大家的这一份期待和喜欢 我们去年的今年有故意和故味两个角色给大家来见面了 你觉得他们俩的问题是什么担当呢 故意也跟故味 那我觉得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智商担当 都是智商特别特别高的双顾 对 其实你刚这么跟我一说 我才发现 哦 原来好像还真是不同类别的题材 剧本好其实最重要 就是它能不能吸引我 是否得去看这个题材的区别 其实对于我来说还好 我们看到你去演场是个话剧《如梦之梦》 我觉得就很像螺丝钉 每一颗螺丝钉都拧得很紧 然后当然只是由我肖战去演出 那肯定会融入我肖战本身的一些特质在里面 这些是我认为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 而不是刻意的我想去加入一些创作 所以到后面其实更多更多的是放松 会感觉时间的间隔跟缝隙 然后变得越来越大 你可以在这个缝隙里面去做更多的事情 会帮助到我的表演的一些技巧 或者是一些台词的一些发音方式 但是我觉得更多更多的是自己的那种状态吧 以及在话剧的那个场地面对这么多的观众 你如何去快速的调整你自己的情绪也好 你状态也好 哪怕你有一些紧张 你有一些怯场 在那一刹那上台的那一刹那 所有都得忘记 最近在开设《梦之梦》的片段 有没有一些新的常识吗 当然有啊 那就是北京话吧 在片中我饰演了一个北京大院的一个孩子 所以他在片中的很多话 都是要去说北京话的 所以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挑战 顺顺顺利利 然后踏踏实实 过好每一天 就是有什么误会一定要说开嘛 优点太多了 我觉得老顾这个人 承稳 可靠 他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优点 是在于他这个人非常的有原则 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 不能轻易的去更改自己的原则 居里呢 有很多嘴链看的镜头 他也就是 特别马力苏的那些镜头 哦 你说那种 特别马力苏的那些镜头 呵 因为那种镜头里面是 林志孝他幻想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夸张一点 就是脸皮稍微厚一点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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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所以其实还好 特别怕这种鞋魅一下 有两个人的 顾位和林志孝香的过程中 有哪些行为 会让你看了一只腰头 怎么觉得太值得啊 怎么这样做 就是觉得还好 我觉得没有 你眼皮上有胶带 灯创坏了 你修一下 嗯 你帮我把地脱一下 嗯嗯 怎么是你呢 出去 我觉得顾位在一开始的设定上面 他们会 会有一点想办法往一个 铁碧男的那个人设上面去做 但是其实后来我们探讨了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不合适的 第一点是因为他已经30了 所以他不可能是一个什么都 特别不懂的一个小白鼠一样 会干出一些非常 马力苏的一些事情 为了做一些梗去做的一些梗 所以我尽量我们跟 导演 编剧 制片人 包括对手杨老师 我们都探讨了一下 我们还是觉得说把这个人 合理一下 其实我对顾位的理解 我是觉得他 其实都懂 他只是不想表白 对手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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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然呢 其实那个双眼皮贴 挺难撕的 特别怕撕到 撕到人家那个女孩的眼皮 不太好撕 其实我拍那场戏还挺紧张的 我记得 不好撕 就一两遍吧 在这里有没有一个问题 就要小心 因为我们这里去导演 他不太喜欢喊咖 就是有些戏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拍着 我们就得往下演 所以到后面演完剧本里面有个东西 我们就得自己来了吧 所以就很多东西都是很自然流露出来的 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得到 有自己给顾对身体一些比较分析家的东西 我记得我以前戴眼镜的时候 我眼睛戴久了之后 鼻子会很痛 所以其实我会有 就是取眼镜之后 揉这个的习惯 还有护眼的这个习惯 其实这个是我 是肖战本人在生活里面的一个习惯